謝謝主席 大家午安 我們是不是請財政部蘇部長以及我們金管會副主委 財政部蘇部長金管會副主委兩位長官請 副委員好 部長好 主委好 因為只有五分鐘的時間 我們就快速有效率一點 第一個 我上次來財政委員會質詢的 有關我們紓困貸款會被系統註記 這個系統註記不是在我們聯政中心的一個有行的註記 而是在你申請紓困貸款的各大銀行的各分行內部系統裡面 會有一個要不要打勾的一個無形的註記 那這一項你說要派出神秘課 那是您的做法 我不知道機場的結果如何 第二個 我想知道的是 那我們可不可以正式行為各大銀行 把自己內部的系統 可不可以在那個註記裡面通通不要打勾 這個執行面 兩部長跟主委知道嗎 跟委員報告 就我的了解第一個 因為他是要做一個 內部歸戶的一個註記 他因為他避免重複去申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因為他現在都委員都要求 不是要到回報這些相關的統計數據嗎 所以他們都要把這些相關的統計數據呢 要做一個分行再回報到總行 總行在每天回報到給我們銀行局 可是那是可以在系統裡面另外再做統計上的一個數字 或是統計方式啊 如果這樣的註記 如果說會讓各個客戶去誤解 說這個是對他做一個不必的 主委不是誤解 主委不是誤解 如果你要個案 我私下可以告訴你個案 好 那我們 我們 各個銀行他那部分 系統裡面就是因為有打勾 註記這個叫做申請紓困貸款 那未來第一個 我告訴你一個 實務上的一個 我知道的喔 第一個 影響到這個客戶未來呢 被政府紓困 申請這個貸款 他能夠度過這個難關了之後呢 他以後要再新增其他業務的貸款 很抱歉 他就是有那個紓困貸款的註記在那裡 影響他的信用評比 這第一個 這在實務面上 第二個 這個紓困貸款的註記呢 還包含什麼 未來如果這個 申請紓困貸款的客戶 真的度不過這一次的難關 倒掉了 那這個呆帳 就是註記在承辦業務的人身上 這也讓他的第一個績效 雖然我們現在叫免責條款 第二個 叫未來的呆帳 還是註記在這個承辦業務身上 他呢 未來的申籤就會有關係 主委這個就是實務面上 環環相扣的問題 你知道嗎 委員 你如果說有特定哪一家銀行 哪一家分行 我們好處理 今天各個工股行庫的董事長 都在這裡 你要不要問他們說 主委 你都講工股行庫啦 你為什麼不講 你金管會下面的民銀行 我等一下就要講差異啦 工股行庫 像財政部部長 如果民銀行也有任何這個狀況 再請那個委員 是不是能夠提出來 我們會來做處理好不好 你要一家一家的各分行去處理嗎 因為你沒有辦法提一家一家 我沒有辦法處理 然後我還會再告訴你一件事喔 現在不管是我們八蛋行庫 或是我們金管會所管的這些民銀行 我們的紓困貸款的對象 你們有沒有大數據去分析 我的意思是說 第一個 我們現在紓困貸款的對象 我分 營業衰退15%以上 營業衰退50%以上 那有很多的中小企業的營業衰退 他可能不是只有這兩個急劇 他可能呢 營業的紓困的 對不起 他的營業的這個衰退呢 大概只有30%或40% 第一個 中小企業還有一些小店家 自營商希望 政府在制定這個紓困貸款的 這個營業額的衰退的這樣的急速 是不是可以再細分 這第一點 第二點 我剛剛講的 八蛋行庫跟我們民銀的銀行裡面 針對這個中小企業 甚至是更小型 甚至我們地方上所講的 奈米型的自營商 或是奈米型的小店家 小商家 雖然我們有提出一個 50萬以下的一個 稀型的一個貸款 但是呢 升多都少啦 我現在是問說 以我們現在 你給我的數字 雖然我可以肯定 你們 用了一個檢疫評分表 來取代財務報表 跟401報表 這對這個小型的自營商 或是小型的這些店家 確實 你們有放寬一點 但是實際執行面上 你們給我說 符合全國近50萬 小規模營業人的85% 有符合了 有大概43萬人 以我們現在申請的件數 金管會這邊所掌握的 有多少件 財政部這邊掌握的 總共有多少件 跟委員報告 我想您剛剛提出來 第一個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來的 貸款紓困的條件 比如您剛剛講 要衰退衰退 這個是由各目的事業主管 這樣提出來 比如說經濟部等等去提出來 所以你們是金融國家隊 所以呢 經濟部那邊 我會告訴經濟部 那你們在金融國家隊 自己內部的開會 自己內部的一個協商 也可以提出來 我完整的回答一下 您剛剛提的問題好不好 這第一個就是說 條件是如何要 那這個條件 都是為了要做一些 利息相關補貼的 如果他沒有需要 要做利息補貼的 比如說 他要借勞工部的10萬 他要借這個50萬 或者他要借央行的200萬 這個部分他的利息 比如說一趴了 這個應該都沒有什麼要求 要營業額衰退 這樣的一個條件的 那我們現在就是區分各種不同的 比如說如果你是個人 你要借10萬 大概是勞動部 那你要借50萬 我們剛剛提出來的 是減一平溫表 那你如果要借200萬 因為你是屬於有稅級登記 也有開統一發票 所以你可以提出401報表 那你也不一定要借200萬 那這個相關的利息都相對的低 也就是說50萬的 或1%聯席 那麼200萬的部分 也是1%的聯席 他是搭配各種不同的需求來做的 那至於最後您提到的這些說 微型的奈米型的小癱瘓的 基本上這一個方案是給 小規模營業人 小規模營業人 他有一個要件 就是一定要有稅級登記的 一定要有稅級登記 假設他沒有稅級登記 那平常從來沒有 這個我當然知道 那你如果是真的屬於小規模營業 不是屬於小規模營業人 又沒有做任何稅級登記 也沒有拿出401報表 那最後你可能要需要 應用到你個人的信用 做一些消費性的貸款 或者是應用勞動部的10萬塊錢 所以主委 你有沒有回想一下 從你剛剛回答我到現在 你已經講了各式各樣的貸款方式 跟條件 跟可以使用應用的對象 這個就是大家對我們政府 對我們國家金融隊的抱怨 你說一段片 抱怨什麼 原來那麼多不同型的貸款方式 使用對象 試用對象 不同的利息補貼等等 這樣你講的 我勞工還可以跟勞動部 我那中小型的企業跟誰 我那微型奈米型的廠商跟誰誰誰 然後立體補貼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大家對金融國家 很多第一個 我們現在所設定的紓困貸款方案跟策略 是給會申請的人用得到 不會申請的用不到 第二個 我們的銀行會評比 評比什麼 比較有還款能力的 比較不會倒銀行債的 他就容易拿得到 這個就符合我們紓困的宗旨嗎 銀行都有專人在負責輔導 所以我建議嘛 我建議嘛 那你金融會要不要 把你狹下的民營銀行 成立一個紓困 服務團隊 那財政部的八大行庫 要不要一個紓困的一個單一窗口 謝謝 好不好 我這兩個對不起 主席我這兩個訴求 第一個 既然我們號稱金融國家隊要來幫助 我們的中小企業 微型企業 奈米形的企業 小商家小攤販 我們要幫他紓困渡過難關 我們的金融國家隊 有沒有八大行庫 可以設立單一窗口 可以提供剛剛主委所講的 那麼多種的貸款 我到底可以適用哪一種 然後呢金融會的主委 這邊可不可以結合我們民營銀行 也來成立單一窗口 我想現在各分行都有單一窗口 那也要求要有表格化 如果委員有任何的問題 我想我們都樂意來接受批評 我只希望我們的紓困能夠到位 政府的政策能夠得民心 好啦 謝謝